充满神秘感的美军X-37B太空战机。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月19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第四号太空政策指令, SP-4,宣布正式组建太空军。 据美国媒体报道, 目前,太空军将归美国空军部领导。 这一关系类似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与美国海军部的关系, 中国专家表示, 美国组建太空军, 势必增加太空军式化和武器化水平, 甚至导致新一轮太空军被竞赛。 这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的期望被盗而驰。 防务新闻网站19日报道称, 特朗普周二签署了一项指令, 将所有军事太空功能集中在新的太空军下。 这支部队将归属空军部监管。 报道称, 虽然技术上游国会批准建立太空军作为美军的第六军种, 负责组织、训练和武装军式航天部队。 但特朗普宣署的第四号太空政策指令, 标志着美国政府第一次明确表示, 新军种以什么方式融入现有的军队架构。 据防务新闻报道, 根据指令, 太空军最初将归空军部管理, 由空军的一名文职副部长领导, 一名四星将军, 担任太空军参谋长, 后者将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 报道称, 这一措施, 不像总统最初设想的完全独立军种那样雄心勃勃。 但空军领导下的太空部队, 被认为更容易被国会的批评者接受, 并且与过去几个月, 在五角大楼流传的立法提案的草案版本一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日报道称, 太空军属于空军部, 这类似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海军部的关系。 报道称, 特朗普曾明确表示, 他寻求分离和独立的军种, 但目前的方案是各种方案折中后的结果。 报道称, 周二早上, 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坚持认为, 将新军种置于空军之下, 是迈向未来独立的太空军事部门的一部, 美政府将进行定期审查, 以确定何时提出下一项立法提案。 以设立与空军部平行的, 单独的太空军军部。 报道称, 作为独立太空军种的最大国会批评者之一, 俄亥俄州众议员迈克特纳, 发布了一份支持FP4的声明。 这是对他之前立场的巨大逆转。 之前, 特纳曾试图阻止立法组建太空军。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美韩外长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康晶和14日在波兰华沙会晤, 双方就推动半岛无核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声明说, 蓬佩奥和康晶和讨论了当前推动朝鲜实现最终, 完全经验证的无核化的相关努力, 并互相通报了两国和朝鲜分别接触的情况。 双方还表示, 愿继续致力与美日韩三方合作。 以色列与美国列英联合军演结束。 以色列国防军14日说, 以军和美军代号为列英的联合军事, 演习于当天结束。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列英联合军演制在演列美乙军队, 在各种紧急状况下的应对能力, 包括以色列防御地对地导弹的能力等, 俄罗斯举行空降作战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公告说, 部署在西北部普斯科夫州地俄空降兵某兵团, 日前进行了模拟战斗演习。 公告说, 演习中, 600多名空降兵和9辆步兵战车, 成功空投制三个机场, 执行运输任务的是1276MD大型军用运输机和米副26、米副8直升机。 空降部队到达地面后, 迅速消灭了机场模拟敌人, 并将机场转为野战机场。 北约欲向乌提供额外援助, 并扩大在黑海军事存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正在研究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 以及在黑海扩大军事存在的可能性。 斯托尔滕贝格说, 盟国代表在布罗塞尔, 与乌克兰国防部长波尔托拉克, 举行了非正式早餐会。 谈判期间, 与会各方重申, 呼吁俄罗斯释放在黑海被扣留的乌克兰军舰和士兵。 俄土一联合声明, 强调, 维护叙利亚主权领土完整。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 14日在俄南部城市所现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维护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土一三国总统, 当天就叙利亚局势和美国决定, 从叙利亚撤军等问题, 举行三方会谈。 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三国将坚定不移地, 维护叙利亚主权、 独立、 统一、 和领土完整, 并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 三国认为, 这些原则应得到普遍遵守。 任何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加以破坏。 新华社首尔1月10日店, 记者耿学鹏、 田明、 韩国总统文在寅, 10日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 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 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在帮助半岛南北关系改善, 半岛无核化, 及和平稳定方面, 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他还表示, 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近期举行。 同时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后访问首尔。 文在寅呼吁朝美双方, 在无核化对话中,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朝方需要进一步做出无核化实际举措, 同时也必须考虑相对应的对朝措施, 以推动无核化进程。 他认为, 缺乏互信是朝美无核化对话, 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就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有意在无任何前提条件, 或待架下重启开成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等寒潮合作项目。 文在寅表示欢迎, 认为半岛南北合作项目将有利于寒潮双方。 他同时表示, 寒方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 推动解决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等相关问题。 文在寅还阐述了政府新一年的经济施政。 他说, 政府仍将坚持以增加国民收入为主导推动经济增长, 同时坚持创新增长和公正经济等既定方针。 朝鲜半岛局势在2018年发生重要的积极变化。 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举行会晤。 半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 相关势头在今年年初呈现延续趋势。 金正恩一日在新年贺词中, 强调实现霸道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志。 并表示随时准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谈。 特朗普近日表示, 美朝正在就双方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地点进行协商。 原标题, 全军药品安全管理工作, 迈上新台阶。 从一建立涵盖五个领域92项监管点的检查标准。 记者从军委后情保障部有关部门获悉, 历时三年的全军安全合理用药专项整治, 近日圆满结束。 全军统一建立涵盖药品安全, 合理使用, 药物临床试验, 临床药师培训, 医疗机构制剂质量管理等五个领域, 92项监管点的检查标准。 全军依法管药, 依法用药的局面初步形成。 标志着我军药品安全管理工作, 迈上新的台阶。 2016年至2018年, 全军卫生系统开展安全合理用药专项整治活动。 针对药品安全管理有法不一, 药品临床应用不合理, 药物临床试验不规范, 临床药师培训工作质量不高 和医疗机构制剂质量管理不严格等五大风险隐患。 直击问题关键和药害部位。 重塑药品管理责任体系。 建立系统科学的检查方法。 为了抓好药品安全管理工作, 军委机关每年对200余名大单位卫生监管人员及专家进行培训, 并督导各大单位在本系统组织培训。 初步建立一支具备科学执法能力的监管力量, 坚持构建信息化监管技术平台, 通过全军合理用药监测网, 抗军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细菌耐药监测网等, 军队卫生系统在国内率先建立网络加监管模式。 请不吝点赞 轨出身为止笭讯问。